大家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盆绿螺 这盆绿螺呢就是从朋友家里面拿回来的一盆残废的绿螺 当初呢记得给它来了一次大修剪 然后剪出这么长的一段那个藤蔓 然后全部给它重新拿去扦插 这一盆绿螺呢现在它的叶片已经重新长起来 重新长开了 大家看这个叶片是不是真的有巴掌那么大 所以呢把这个绿螺叶片养到巴掌那么大呢 其实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那么今天呢就把我养护的技巧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养护的环境 想要它的叶片长得更大的话 不要给它去阳光下面曝晒 给它接受一些散色光就可以了 这是光照方面的要求 第二个呢就是水分方面 我们要经常保持这个盆土湿润 除了这个盆土之外还不够 要经常用这个喷壶往它的枝叶上面去喷洒一些水物 或者空气的四周去喷洒水物 给它营造一个既温暖又潮湿的环境 那么这盆绿螺它的生长速度呢就会非常快 它的叶片呢也会长得非常的硕大 那么第三个我们要在盆里面呢 给它多使用一些这种花多多一号 它里面的是弹磷甲均衡的一种养分 我们每个五天左右呢就把它对成 一比一千左右的水溶液直接给它浇灌到这个盆里面 让它吸收到充足的弹磷甲元素 那么它后期这些叶片呢才会越长越大 越长越粗 植物的生长都是离不开养分的嘛 所以呢我们养这个绿螺 想要它的叶片更大就要给它补 这种花多多一号 它里面不止弹磷甲元素 还含有非常多的微量元素 对于它生长的非常有利的 如果你家的绿螺也长残了 不妨给它剪一剪 再用这一套方法去养 就能够让它的叶子长到巴长大了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